Hello 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份檔案名稱叫做 家庭資助統計 這是檔案名稱 那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軟體名稱 檔案名稱是這個 那看左下角 這裡呢 有三個工作表 預設你的工作表 應該要給他有1的名稱 不可以用流水道這種的 工作表1 這是早餐 對不對 工作表2是什麼 午餐 工作表3是什麼 晚餐 晚餐的餐被擋住了 把滑水標移到A跟B中間 變黑黑的 快點兩下 它是自動調整藍的寬度 自動調整藍觀 來 我們移到工作表1 先看我做喔 正常 等一下我要改名字 改名字既然是文字上面有 就不用再來重檔 在資料編輯列複製比較方便 選起來按右鍵的複製 這你應該會的 那更改名稱呢 正規的方式應該是在 在左下角工作表1這個地方 按滑鼠右鍵 當你按滑鼠右鍵的時候 在這裡喔 在這裡按右鍵 它告訴你工作表可以做什麼 可以插入 不過說實話從來不會在這裡點 因為這裡就是插入啦 這裡就是加啦 那你可以刪除 也可以重新命名 等一下我們要做重新命名 也可以移動複製 移動就直接拖曳就好了 那也可以看程式碼 這程式碼比較複雜 那也可以保護工作表 保護工作表我們才剛交過啦 前面才剛交過啊 這裡也可以保護 一樣打兩次密碼123就搞定了 那這裡還有什麼 索引標籤的色彩 在電腦世界裡面只要是點這個 切換不同功能 通常它的專業數字就叫索引標籤 那如果有箭頭表是點叉叉一個叉功能 你可以設隱藏耶 隱藏完才會有取消隱藏 有時候我們工作表會比較隱藏起來 來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重新命名 來看一下喔 好 你仔細再看一下我現在還沒有點 預設它的名稱 如果我點到這個工作表 它什麼 是白底綠色的字 那沒有點到是灰色跟黑色的字 灰色底跟黑色的字 Sorry 那我要按右鍵開始囉 按右鍵重新命名 仔細看一下 原來是白色底綠色字 白色底綠色字 我點一下喔 喔 它現在變什麼狀態了 這個綠色的格線告訴你 目前是這個工作表被選到 可是這裡也變灰色狀態 看到嗎 這時候已經進到文字編輯模式 如果我這邊點個什麼 AA它就變AA了 你看到嗎 按右鍵重新命名 那打VV就變VV 所以呢 我們當我按右鍵重新命名 當你畫面上出現這個狀態的時候 表示是在文字的編輯狀態 來那我要改名字喔 我從這裡把它選起來 那其實我從來不會在那邊按右鍵 對常你直接看喔 我都對它快點兩下 我快點兩下 它自動就變成了灰色底 你看見嗎 我們剛是按右鍵再去點重新命名 這樣太慢了 請你對它快點兩下 這時候變成灰色的時候 Ctrl V貼上名字就給它了 你看見嗎 再來工作表二喔 先把這可可五三選起來 Ctrl C複製 這些快速鍵你得背起來 然後再工作表二快點兩下 就進到文字編輯模式 Ctrl V貼上就搞定了 好來我也在囉嗦一下 老師這基本的快速鍵你得背起來 背什麼東西 Ctrl鍵加C是複製 Ctrl鍵加V是貼上 CtrlX是減下 CtrlZ是後尾 CtrlS是複製 存檔 CtrlA是全選 CtrlF是找東西 CtrlG 所以這些呢 Ctrl 立場也是 在很多快速鍵也叫複製 不過是複製一份 這是複製完 貼到哪裡去還不確定 這些快速鍵通常我們都要保留的 你得背起來 來我關閉了 我剛剛很快聽過一遍 好一樣喔 現在換晚餐了 點這裡選起來Ctrl C複製 然後在這裡按兩下 進到文字編輯在Ctrl V貼上 來來來 我們等一下要把這三個合計起來 所以還要再加一個合計的工作表 再點加 那這裡不能複製貼上囉 沒有了 新的工作表 請你按兩下自己打 好 請各位先把這個工作表名稱 先改一下吧